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斯湾西北部的均主制国家 科威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 以探明石油储量约为世界总储量的10% 居全球第四位 靠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科威特也成为非常富足的国家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威特 去了解这个沙漠中的国家 科威特被于阿拉伯湾西北角 地理优势得天独厚 地域战略价值十分重要 科威特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 为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 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国民经济的支柱 财政收入90%以上来自石油 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 科威特是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富裕小国 人口总数183万 有趣的是 科威特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中 竟是少数民族 只有68.2万人 占人口总数的37.3% 而外侨却有一百多万 这些外侨大多是移民来的劳工 其中44.8万人是来自埃及的阿拉伯人 非阿拉伯人约57.6万 今天的科威特已成为一个 五光十色的多民族社会 科威特曾不止一次提出用当地劳力 代替外来劳动力的问题 但一直难以解决 原因之一 是科威特本地人口数量有限 本地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五分之一 此外 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青年人 不仅在上学期间脱离劳动 从学校毕业后 又多去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任职 而私营企业主更愿意雇佣廉价的外国劳动力 在当今世界上 说水比石油还金贵 也许有人不相信 可对地处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科威特来讲 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石油蕴藏丰富的科威特 除沿海地区有少部分平原外 其余的国土全是浩瀚沙漠 但水资源极度匮乏 然而 像所有的阿拉伯兄弟一样 从取水困难的游牧时代开始 科威特人就用水罐盛满清水放在帐房外 作为最珍贵的礼物 供远方来客随意饮用 直到现在 科威特人以水代客的古老传统 依然被保留下来 只不过 现在的方式有所改变 科威特政府用现代化的饮水机 换掉了每家每户门前摆放的原始陶罐 这些饮水机 实际上是一台台有消毒过滤功能的自动化供水设备 通过管道连接上水龙头 为保证卫生 防止疾病传染 这些饮水机 这些饮水机一律不配公用杯子 若正好口渴又没带喝水的杯子 就只能先把手洗净 再用手去接水喝 科威特城的饮水机造型 丰富多彩 人们根据不同的环境 将其装饰成不同的饰样 既带有浓厚的阿拉伯色彩 又彰显现代气息的饮水机 已成了科威特独特的人文景观 科威特是政教合一的国家 政府积极参与伊斯兰教活动 资助一些国家兴建清真寺和文化中心 现有的清真寺是居民的宗教和文化活动中心 平均不到一千人就有一座 目前还在大量修建清真寺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装饰更加华丽 宗教职业者地位很高 他们领取优厚的薪水 时常受到政府官员的接见 科威特人多选择饭店宴请外宾 吃的是西餐 如果要好的朋友 则请到家中用传统饭菜招待 饭后主人多要招待客人吃水果 科威特是沙漠国家 水果都要依赖进口 价格比较贵 用水果招待 表示主人对待朋友的一番心意 客人即使吃得再饱 也要多少长一点 以领受主人的深情厚意 客人起身告辞时 主人还要为客人举行 熏香告别仪式 主人地上一盏铜制香炉 炉内的烫火燃烧着檀香木 冒着香喷喷的青烟 客人接过后 将香烟往自己怀里扇击下 回地给主人 最后 主人拿出一杯香水 客人摊开手掌 主人往客人手掌里滴几滴 客人将香水涂到脸上或脖子上 顿时浑身一香 对面有点明显的 agna中室 葡萄